收看台式新闻全球现场我是周锦鱼 新闻一开始赶快来关注头条焦点 新北市一名水果摊伤在今年五月确诊 近期康复住院 但是北农规定这个月七号必须要持有PCR阴性的证明 十五号才可以来打疫苗 而且才可以进入北农 这名摊伤也很担心 因为他在做PCR的时候时阴时阳 再加上康复者有六个月的时间 之后才能够打疫苗 导致现在他根本是两头空的情况 无法到北农来批货 生计也跟着大受影响 对此北农以及市场处也回应 会把规则赶得更加弹性 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 国外其实有类似的康复证明 会再和专家小组来讨论 北农摊伤想进场 一律都得持有阴性证明 但有康复的摊伤 现在因为一个证明拿不到搞的生活 快过不下去 我是个康复的人 我的PCR有时候会过 有时候不会过 有时候是羊的 有时候是阴的 我没有办法进场补货 这半年的时间 我要呼吸北风 没有证明就无法补货 进而影响生计 原来证明新北市的水果摊伤 之前常常到万华的果菜市场批货 但他不幸在五月时染疫 六月康复出院后 裁警人士阳性CT值32 指挥中心认定不具传染力 因此无需隔离 但北农买货新规定 入场批发的摊货 七月七号后都需有PCR的阴性证明 15号后更得持有疫苗接种证明 但水果摊伤很无奈 因为医师跟指挥中心都说 康复者得六个月后才能接种疫苗 无法打疫苗PCR检测又时阴时阳 两项证明都没有办法拿到 让他很忧心 市场书跟北农现在决定将入场证明改得更弹性 更说有类似的个案都会专案处理 就是希望康复的摊贩别再因为入场批货问题 导致生活过不下去 记者陈章高紫耀台北报道